今集邀請了Sean 上來 因為想問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講汽車的創意工業 大家都想到可能是歐洲那邊 當初構思的時候 已經在想現在 你正在做這部三輛高性能跑車還是不是的 其實一路而來都走著很多不同的路 就走到你今天這個位置 做了這部車出來 我們看到那個趨勢就是電動化 我們想做一些電動環保的交通產品 我們開頭的產品就是 是一些針對年輕的Couple 他們絕有Token的需求 即是上班放工 是的 有些類似Smart for Two的這個概念 研發時間大概用了兩年 香港不是一個大的汽車產業 我們的產量很小的時候 我們那個規模效應就沒有的 很難做到一個性價比高的產品出來 所以我們都停了 再說一點 以我認識的Sean 其實2008年就開始構思 在汽車行業上要自己創一番事業 到實質實行的話 大概是10年的時間 今年都21年了 過去這十幾年的時間 你自己在創業路途上 都有沒有一些說話也好 一個心得也好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汽車這個行業 在香港來說 都不算是一個很普遍的產業 其實在香港拿汽車來做一個 開始一個新的事業 其實是很難的 不建議大家嘗試 所以相關的產品其實都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它是特地有一個Division 是做一些汽車零部件 支持本港企業做一些零部件開發的 很多人在想創業 覺得難的地方就是因為 摸著石頭過 你永遠都不知道自己走的路是否正確 或者你看的通不通透 你有沒有一些說話 可以給各位現在想創業的人 其實創業最重要是甚麼呢 我想是團隊 除了你打算單打獨鬥 無好避免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做 你開頭想著創業 那時候是沒有那麼大壓力的 可能走一走一走的壓力越大的時候 那你的朋友是否仍然可以跟你一起 沿著方向繼續努力呢 那個判斷是很重要的 Sean 說這件事就正正在錯車場上 錯車場上 以往其實大家聽訪問都知道了 好像自己一個賽步車裡面 其實不是的 背後有很大群團隊 大家互相去貢獻 互相去合作 然後促成到一個賽事 或者促成到一個好的成績出來 就好像你的創業路途上 這集謝謝Sean 謝謝 Thank you 我囉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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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 感谢观看